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你們有時間 中途十二點二十分,一週收聽是快樂人報夢 先問順序,我來節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楊潔 今天,我們很開心邀請到的是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我們的小港分局交通組的警務員,黃茂成 茂成,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聽眾,大家好 是,那今天呢,我們在節目當中要跟大家聊聊 就是,我們在最近,我們的長輩的安全的問題 也被大家所關注 因為,看到我們的高雄市陸續以來發生的一些高齡的長輩 車禍的事故當中,我們看到說有一些 包含就是,有騎機車的長輩,他們有兩端是左轉 所以,有遭到這個,年輕的騎士,撞擊導致死亡的一些個案 那,當然還有,這個,老阿嬤,在路口的時候 因為過馬路,遭到我們的這個大型車 的一個撞擊導致A1的一個事故 所以,我們看到說,從65歲以上的長輩 真的是我們一個很重要,大家要特別來關心的族群 那,茂成可以跟大家來分析一下 在我們的長輩,在過馬路的時候 還有呢,我們長輩使用交通工具 有需要注意的事項,跟大家分析一下 好,我先講一下這個高齡者這個機車的部分 那,機車在路口以側狀居多 統計這近三年來,高齡者這個機車 碰撞型態以側狀 那,同向插狀以及路口交叉插狀為主 那,其中側狀的部分有七成發生於路口 那,在分析它造勢原因 那,是以衛衣規定讓車 以左轉彎衛衣規定最多 那,違反耗制、管制或是指揮 還有未注意車前狀況,再次之 那,顯示就是高齡者騎車入口 路權觀念,以及正確的轉彎方式 對,對 那,再來就是我要講的是 高齡者它行人事故發生的位置 是以交叉入口居多 那,高齡者它在步行時候 所發生的這個事故位置 以交叉入口 還有一般的車道 及交叉入口附近為主 OK,交叉入口就是十字路口 對對對 那,分析其次的造勢原因 就是衛衣規定行走行人穿越道 地下道天橋而穿越道路 就是 在穿越馬路的時候沒注意 對,就是很跨馬路的意思 很跨馬路 然後穿越道路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左右方的來車 還有衛衣標誌 標籤以及號字 或是手勢指揮 穿越道路為主 對 OK,好 穿越馬路這件事情 要跟大家講一下 有時候 我們看到 我們要去的地方 就在我們的正前方 那,中間多了一條馬路 就是說你要去的地方 可能是在你的左手邊 那,我今天想要過去 可能要跟人家拿一個東西 還是說要去那邊買個東西 那,這時候我們常常 要選擇過馬路的方式 就有很多種 那,剛剛其實冒成你有談到 這過馬路的方式啊 為什麼我們的長輩 過馬路 同樣是行人穿越馬路好了 同樣是行人穿越馬路 違規的狀態之下 為什麼長輩他的造勢 造勢的狀況會比較嚴重 跟大家講一下 那,所以主要是 高齡者一些長輩 他們的年紀也大了 那,身心功能退化 那,移動以及反應能力有降低 導致在步行穿越路口的時候 會有那個遲緩 或是騎車 沒有風田意識的這個違規行為 實際上可以見 那,這些除了這些偏差行為之外 我們就是要多加強我們的這個教育 但是呼籲社會大眾 仍應該對其行為有所關注 對 在必要時,我們要給予協助 譬如說他們老人在穿越路口的時候 我們騎車 駕駛要有耐心等待 或是能夠上前 能夠幫忙扶持 過這個馬路 對 所以我們遇到長輩要過馬路的時候 可以多離讓一下 有時候遇到這個路口比較大 長輩可能會在中間 可能走到中間就變紅燈 對不對 這時候該怎麼辦 那如果說我們長輩如果說遇到紅燈 就是走路卡在路中間的時候 我們應該說在道路上行走的時候 我們應該行走人行道 他沒有騎樓等人行道可以走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要面向來車 像靠右邊行駛 是 他要向右邊行走 那規模就慢 那如果說真的 已經遇到了變紅燈了 那我們應該要繼續往前走 走到路中間的這個分隔島 或者是在分隔線上等待下一個綠燈 那你不要再回頭再往回走 避免汽機車也是不注意在撞上 其實這狀況也不僅僅是長輩 有時候 比如說我們的腳 我們的腳行走比較不方便 有可能腳開刀啦 還是說你的腳就是有受傷 你沒有辦法走很快的狀況之下 有時候也會遇到嘛對不對 有可能我正在 我的腳剛開刀 我走路真的就走很慢 也有可能會遇到這個狀況 那如果說遇到那個路口比較大 就是在中間 中間的分隔島稍微等一下 等到下一個綠燈 OK 等到下一個綠燈 那 那個茂城 你剛剛有講說 這個長輩 你會在騎機車的時候 他的造勢的原因是側撞 比較多什麼叫側撞啊 就從旁邊撞上去 從旁邊 所以是他撞到別人從側邊撞 還是他被人家從側邊撞 被人家撞 被人家從側邊撞 都有啦 就是你 他不是正面的衝撞 是從旁邊 他不是正面的直接衝撞 他是從側邊的擦撞 對 OK 所以這種側邊擦撞的狀況之下 比較容易是因為超車嗎 要超車還是 沒有他這個主要就是他沒有位意規定浪車 或是沒有位意規定左轉彎 可能在左轉彎的時候 直行車剛好不小心撞上去 對 OKOKOK 左轉彎 那我們來講一下造哲好了 像左轉彎跟直行車的造勢責任的話 還是優先以直行車為主嗎 要理讓直行車嗎 左轉車要理讓直行車 左轉車要理讓直行車 可是今天有發生一個狀況 如果說今天我們轉彎的是長輩 那執行的有可能是年輕人 像有時候我們會在新聞上看到嘛 可是有時候長輩他突然轉彎 那直行的車輛撞到之後呢 通常長輩一定會受傷比較嚴重嘛 那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因為這個有分好幾個狀況 但是大家都是綠燈同向的話 綠燈同向如果說長輩在前面 他要左轉他必須要打個方向燈 或是看個後視鏡再來左轉 那很多就是長輩他就是直接就沒有打方向燈 也沒有看後面也沒有車輛 就直接直接用左轉導 是以後方的車輛撞上 那這兩方都是有照折的 那就是後方的駕駛他可能是沒有保持車前的距離 安全距離 對那前方就是他沒有依規定打這個號制 打號制 對對對打方向燈 所以轉彎要打一下方向燈 再來就是不同向的部分 那不同向就是一個是對向來車 對對對 自行車那我們是左轉車 那我們不分年紀就是一樣左轉車 我們要里讓自行車 對 這是對向的部分 有分對向跟同向的齁 就是我們同一個方向要執行跟轉彎 還有一個是跟對向的部分齁 好那來講一下代轉時機好了 有的時候在代轉區 在代轉區等待的時機 是要看這個路口多大呢 還是看這個路口有沒有代轉區呢 要怎麼分辨 那代轉區我們最主要是要看這個 紅綠燈上面的那個標 那個標誌 對對對 並不是說我們要看代轉區 看代轉區他只是規定說 你可以代轉也可以不用代轉 是是 對 那最主要我們是要看上面的那個 燈號 的那個標誌 喔標誌 就是那個藍色的標誌 喔他有一個藍色圓形的 啊有一個騎士 對 在標示左轉 那就是規定他是一定要 依規定兩段式左轉 喔 對 那畫代轉區沒有標誌的話 就是看個人 喔 那個路口可能比較小 他該 如果覺得他沒有車該左轉 他就可以左轉 但是一定要打方向燈 那也要看一下後視性有沒有車輛 OK 再來左轉 那我還是建議就是 盡量就是 去代轉區代轉會比較安全 這是機車組的部分 對 機車組的部分 那如果今天 好了我今天在這個路口 他沒有設 那個強制代轉的那個標誌 那我要轉彎 我是左轉 我打了方向燈 可是呢 這時候對象他有執行車 那我該怎麼辦 那你就是要理讓這個執行車 我就等的 我就打了方向燈在那邊等待嗎 還是 對啊 這東西是 如果說沒有車輛的話 你可以直接轉過去 左轉過去 但是如果說 對方的來車比較多 一定要在代轉區 代轉 因為這個是很危險的 真的齁 我們還是要視情況而定 其實很多事情沒有絕對 我們要看當時的狀況 你想喔 那車很多 你應該要打個左轉燈 在中間等也很危險啊 你說不定你會被撞到 我們無論說同向或對向的 Vodica也會被撞到 那我乾脆就去代轉區 可是如果今天 這條路 車很少 那 這個地方也沒有設強制代轉區 那我可能就打方向燈 就顯示一下 讓後面可能比較遠的騎士看到 還是車輛看到 我就可以轉彎 是不是這樣子 OK這樣子 大家就比較清楚啦 沒有 有時候我們在代轉 那 不知道該 什麼時候該代轉 什麼時候不該代轉 還有一個狀況 有人說 代轉區是不是代狀區 而這代轉區 有時候 車真的很多 你那一個 格子 代轉格 等待代轉的地方 你真的錢不下去啊 你就所有的車子都溢到旁邊 這也是蠻常看到的狀況嘛 那冒成你們怎麼去 怎麼去 判斷說這個代轉區 它的範圍多大 因為那個範圍多大 其實沒有辦法去做詳細的規定 也要依當時的這個路口 它的寬度 對 我們來評估 有時候可能車輛 會比代轉格還要來得多 對 像如果說我們有遇到說代轉格 代轉區它格子比較小 那可能我們就要請這個交通局來揮刊 那重新再把這個代轉區的格子再劃大一點 對 還是它的位置它設施的不是很好 嗯 那很容易會發生車禍 我們可能要再 調整一下他們的位置 好 那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那我今天如果真的車很多 那尤其上下班的時間 車非常多 那你代轉格話再大也沒有用 一定會溢出去 對 那這樣子在那邊代轉了是不是就被認定 就是它是在代轉區的歧視呢 其實那個也算是在代轉區的歧視 那 這部分就是如果真的車子很多的話 如果發生交通事故 有人騎得很快撞到 對 那有時候它是會太 聽得太外面出來 會造成說 同向的車輛不小心去撞到代轉區的民眾 對 對 所以這個就是有時候它代轉區 它設計的部分有問題 對 那個可能我們要再 跟交通局一起來會看來做一個改善 是 可是這有時候真的也 有時候真的也是蠻尷尬的 尤其像下班的時候 你車子大家代轉的人很多啊 很多對 對啊如果真的發生車禍 所以真的還是要小心一點齁 那 所以這個狀況蠻 蠻容易是因為同向的 對 因為同向 那現在是有的路口 它就是它有直接可以 機車就直接左轉了 對對對 就像在這個 中正路跟大順路那個部分 它有一個專用的車道 左轉車道 左轉車道 它就是因為它的代轉區 它太過於小 嗯 車太多 車真的是太多 那他們只有設一個專用左轉的車道 嗯 OK 好 那大家要特別注意到啦 這是在這個機車騎士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遇到這個狀況 所以跟大家來釐清一下啦齁 好 那當然了齁 我們 呃 長輩要很注意我們的安全齁 尤其要提醒大家齁 那這個星期又是中秋嘛齁 中秋節快到了 所以 其實我們的市政府也是很關心大家齁 呃 的就是中秋假期一定要愉快 所以 呃 今年而且一定會遇到的一個狀況 就是可能出遊購物啊 車輛會比較多 也比較容易造成一些交通的事故齁 那 那高雄市政府有統計齁齁 在交通事故的部分 百分之七十跟機車有關齁 齁 剛剛我們談到的機車是有關係的 那 老人家呢 如果受傷也會因為一些身體的因素 導致呢 呢 比較嚴重的傷勢齁齁 或者是 我們講的不幸的事故 就A1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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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故 所以 呃 市政府呢也為了要防止說 這個交通事故的發生 呃 警局也安排在中秋連假的時候 來做一個加強取締的專案 那外出呢 請大家務必要遵守到交通的規則 千萬不要任意穿越馬路 剛剛我們也有想到 不要穿越馬路任意穿越馬路 隨便呢 你想要過去就過去 就危險 那當然也要提醒我們的長輩朋友 無論說你要去菜市場 還是要去一些公家單位洽工 請穿著一些比較亮一點的衣服 那提醒駕駛朋友 其他駕駛能夠發現你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闖紅燈 闖紅燈的部分 那轉彎要看到左右來車再轉 而且要遠離大型車 就能夠避免大多數的交通意外的風險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平安過中秋 那個闖紅燈的部分 到底這個闖紅燈啊 之前楊姐有做過一系列的專訪 就講到闖黃燈 然後黃燈跟紅燈 有時候在一線之隔 那有時候轉紅燈蠻快的 可是路口比較大的時候 它會黃燈蠻長的 所以大家就會在那邊 想說到底要過還是不要過 要過還是不要過 茂城你這邊有什麼建議 那其實我們在騎車的時候 或是過馬路 我們要看一下 它那個號製其實下方有一個秒數 那那個秒數你覺得說已經快接近 已經快要越來越接近了 我們不妨就不要試圖要闖越 對我們就停下來等下一個綠燈再通行就好了 他們設計這個秒數的用意就是要讓你們 提早先發現說 這個路口的號是可能要變換了 提醒這個用路人或是機車駕駛人 能夠留意 然後再等待下一個路口 再行進會比較安全 嗯嗯嗯嗯 OK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騎車騎到一半 發現變紅黃燈怎麼辦 那變黃燈真的沒有辦法的話 也只能夠揮揮手讓對方的車輛知道說 先讓我一下 我先趕快過去 如果中間沒有分隔島可以擋的話 那你也不可能停在中間 我相信那些機車騎士 他們也是會讓你 但是我們最好是不要這樣 因為過那個大路口 你看準備要變黃燈了 真的不要急著 闖過去 闖過去 嗯嗯 對這是蠻危險的 尤其如果說今天 我們剛好騎到 剛好衝過去的時候突然變紅燈 對 那你發生交通事故 你也算闖紅燈喔 是嗎 這樣算是 這樣不是 雖然是不算了 因為它是已經在黃燈 已經過去了 對 對 它是沒有闖紅燈的 可是闖黃燈 闖紅燈其實是沒有 嗯嗯 那個行者的 沒有那個 那個處罰的 是 是 OK 好 可是還是危險喔 對還是危險 對 另外 我們的對象有可能是 呃 他是突然變綠燈 那他可能騎的比較快 那你過去的時候比較慢 那所以就是 很多駕駛就是 他一變綠燈的時候 趕著 是要趕快 衝 衝出去 那這個也是比較危險 因為 你當你後製變綠燈的時候 你應該注意一下 對象的 車道 嗯 的車輛 看他是不是 趕著要過來 對 所以不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變綠燈了 就可以馬上就衝出去 那還是要看一下左右方的來車 是 OK 在一起比較安全 好 那針對這個高齡者的風險喔 楊姐這邊有幾張圖喔 請我們的同仁幫我秀一下 幾張我們的這個 交通安全的一個圖示喔 尤其是 我也請茂城跟大家來做一下分析好了 這叫做 不老騎士外出的四大心法喔 欸我把它放大一點喔 這是不老騎士 好 好我們看到 從左邊喔 左邊這邊是轉彎時要提早駛入最內或者是最外車道再轉彎 那再來你看到這個左下角是這個綠燈側亮啊綠燈剛亮要看清有無來車再起步 那我們看到右上角是不敢直接左轉或設有兩段式左轉標誌時 請兩段式左轉比較安全喔 好再來就是 右下角是遵守耗制不闖紅燈喔 這是不老騎士外出的四大心法 好貿成其實我們看到這一張圖啊 就其實也包含我們剛剛講的這一些啦 就騎士的部分喔 就是請大家要注意一下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右邊那兩張圖應該大家比較容易了解 大家比較容易了解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就是要帶轉啊 左轉區 要帶轉區帶轉啊 再來就是不要闖紅燈啊 那左上角的那一張呢 轉彎時提早駛入最內或者是最外車道再進行轉彎 還有左下角的綠燈剛亮看清有無來車再起步 這兩張跟大家解釋一下好不好 第一張的話它就是機車道可能會有兩個車道 對對 那有時候你會騎在比較外側的車道 嗯嗯嗯嗯嗯 好那如果說你現在準備要右轉彎了 對 或者準備要帶轉 應該是要騎在比較靠近最外車道這邊 哦哦哦哦哦哦哦 因為你後方你突然這樣轉彎後面的騎士會撞到你 對對對對對 所以帶我們就是你準備要轉彎了 嗯 我們打開方向燈 對慢慢往外側 對先到外側那邊 因為你準備要轉彎了 對 不要從最內側要切到最外側 對對對 有時候會來不及 嗯嗯 那如果說你準備要左轉彎像汽車 嗯 要左轉彎了 你不能夠從最外側又突然切到最內側 哦真的哦哦 所以這這同樣的概念 然後你一定要 你要轉彎的話要靠你要轉彎的那一邊 去去開過去 好那我們那我們看一下 下一張 好那這個 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我們上一張再再等一下 這個綠燈剛亮 哎綠燈剛亮 有沒有來車再起步 就是剛剛我有講過 就是當你現在已經綠燈了 你也是要看一下前面 我們要看一下左右方有沒有來車 我們再起步經過 這剛剛我有講過了 對對好來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下一張是這個銀髮族步行的安全秘籍 就是走路了 好我們先從左上角就是等 等 哦等過路口 哦就是左右看 哦左右看一下有沒有來車再通過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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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左下角叫要哦 要走行川線哦 就是要走行人穿越道哦 哦 不要在路段中哦 就突然就過馬路了哦 那看到右上角叫退哦 退後三步 等紅燈的時候車輛轉彎會有死角 所以要後退一點哦 後退一點等比較安全 在右下角叫亮哦 就穿亮色衣服引出引起我們的路人 哦跟用路人的注意啦 哦 這剛剛其實我們都有稍微講一下哦 啊那 呃 右上角的部分補充一下好不好 就是退哦 退後三步的部分哦 跟大家補充一下 退三步的部分就是可能車子在轉彎的時候會有內輪差 對 哦 那可能就是你如果說靠的太前面的話 他轉彎的時候 駕駛可能會因為內輪差的關係 對 沒有看見你 就不小心撞到 嗯 所以就是為什麼要退後三步 對 比較安全 這就是有這個 哦 我們講的 叫做 我們講的那個行人道嘛 人行道啦 有的地方有人行道 有行道樹 你就撞到後面 尤其有人行道跟行道樹的地方 通常路口都比較大 比方說四圍路好了就有 所以路口比較大 大家要撞到後面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一張 下一張 哦沒了 沒有了 好我補充一下 好補充一下 來 這個等路 你看除了左看右看 那我看很多老人他都 你像白天他有老人家他會撐雨傘 嗯哼哼哼 就是遮氧的 對對對 那他遮氧的話他可能就會擋到 左右邊的視線 他可能就看下面 對 那如果是下雨天一樣 他們撐傘的時候 其實你要看他們眼睛都是看 下面 哦對對對對對 他們不會去看左邊 還是右邊有沒有車子 哦 對所以說我們在過馬路的時候 我們記得就是除了看左邊看右邊 我們也要看一下我們的正前方 對對對 正前方的道路 嗯哼 對比如說我們都一直低頭往下看 那其實也是很危險 對 欸這下雨天我想到一件事情耶 我說我們穿雨衣啊 大家不是都會把雨衣的帽子給戴上嗎 對 啊你再戴安全帽 有時候那個視野左右視角會被遮到耶 對那個都會被遮到的 所以你要你要轉彎的時候 還是要稍微頭要擺一下對不對 對 有時候你頭還是要做個擺頭的姿勢 欸像擺頭啊 好像那個 歐多拜的考試 如果你沒擺頭 就沒過了 哈哈哈哈 我上次訪問的時候好像是這樣子哦 大家注意一下哦 就是 還是汽車 我忘記了哦 反正就是擺頭很重要哦 它也算是考試的一個項目 你不要沒擺頭哦 你還是要擺頭一下看一下哦 因為 擺頭很重要哦 有時候我們 光靠我們的後視鏡 真的會有死角 會看不 所以稍微 尤其我們要過馬路 好注意一下 然後過馬路的時候 也是不要去看手機 哦 對對對 那有人他就是喜歡 他過馬路 他也是在看手機 他也沒有注意 旁邊也沒有車輛 嗯 對 那你在過馬路的時候 其實還有一個比較重要 就是 除了看左右方的來車 你要看一下號字 哦 對對對 對 這號字 你要看一下 它那個秒數 欸快要到了 嗯 你就停留 看要停留在 分隔島那邊 還是要快速通過 是 對 因為我們在過馬路 其實 一定要去看這個秒數 嗯 嗯 這個 尤其是大路口 大路口的這個 嗯 大路口比較容易發生啊 對 是 好 時間關係 讓電台進行廣告 燈會廣告過後 再跟我們現場 我們高雄市警局 小港分局 交通組警務員 黃茂成 繼續聊 燈會馬上回來 這次 這次 人生無盡 有的人是為了 親情 需要 心情 在煩惱 在這裡 有一個 最好的方法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 飛翔文 我們要睡前 念飛翔文 飛翔讓我們自己的 完成 新桌子 做生 我們的心來 會比較平靜 這裡可以跟你們 勉費來結束 空氣 三三五 樹里 三三 家族旅遊 員工旅遊 公司工廠交通車 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車 要找哪家車公司才好呢 你的問題 全球巴士公司都聽到了 觀光旅遊 工廠交通接駁 各式活動用車 只要你想得到的 在客服務 找全球巴士就對了 從八人坐小巴 到四十三人坐遊覽車 全球巴士 給您舒適的乘車環境 平價優惠 全球巴士 部專線 07-831-9037 831-9037 開航啊 我的口裡只要開了 開航也沒輕鬆喔 好好很容易讓上團兩百度 尤其是腸病毒 真的會比較小力了 家在我們家都會有種比較小手 失措、衝鋒、差 家嫂、打腳手 本身便宜了 現在都會有小手 我會注意在腸病毒之後 如果一直要睡 意識不清 沒有外力 機率性抽搐 一直討 穿開很快 心臟跳很快 一定要馬上送給你的治療 以往腸病毒 壓在疼小手 以往公路 有為何不及關宿提供 這是一個上街快樂的地方 一切真主宰 關心土地咱的愛 這是一個上街自由的地方 快樂愛台灣 快樂臺灣 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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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川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我们今天讲到我们的长辈的安全 还有我们其实在长辈安全的部分很多要提醒了 那当然所有的知识是包含全体的用路人 也不仅仅是长辈 可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说我们的长辈呢 因为我们长辈其实大家年轻的大 有时你走路就会搬 这也是很正常因为我们的机梁体化 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特别注意 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不方便 你就带人或是说四岁哪有影响就不会出去 这样更安全,真的 好,来那有一个状况就是大家会搭乘公车 那公车要上下车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到我们的安全 那尤其我们使用公车的朋友们 像我们的引发组我们的阿公阿嬷也蛮常会搭公车的 那是不是跟大家也提醒一下这个搭公车的时候要注意的安全呢 好的,那等公车的时候应该在公车的等候站 或是靠近站牌的安全地方等候 那车子还没有靠站的时候 我们乘客切勿走进车道燃车 我看到很多那个长辈他可能车子从远方来 他就走到车道外面去的燃车 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 那再就是我们要上车的时候应该要依序排队上车 那高龄者如果行动不变的时候 我们上车的时候应该要抓住他们的公车的扶桿 在跨上踏板 那下车的时候我们务必要等车停妥之后 才可以站起来走到车门旁边下车 那车门的踏板跟这个地面有一定的高度 我们说一样我们要下车的时候抓住这个扶桿 那看一下右侧有没有那个来车 比如说我们车子 我们要下车的时候都没有看一下后面有没有车子 就直接下车了 那再就是我们车辆在行径中的时候 我们不要随意的离开座位 我们应该要抓紧这个安全把手 对对对 那我们下车之后的这个行径路线就是 绝对不可以从公车的前面穿越 哦怎么说 因为你公车穿越他可能驾驶 他会有一个视野的这个视角 对他可能看不到你 所以你看你已经下车了 但是你从你的公车前面穿越 对有时候公车他刚要起步的时候 嗯 他会没有注意到你 对 然后被撞到 所以我们千万在下车的时候 不要从公车的前面直接穿越 之前有人被撞到吗 对有还是有 对就是说你下车 你公车你下车之后 你就从旁边离开 你不要说你走下车之后 你就从车前车头前车头前车头前就是书记头前你把走过去 那有时候车子比较高啊 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用路人哦 又比较矮的话就真的会看不到你呢哦 对就是我们尽快往这个路边或是旗路的安全的地方来做移动 对对这样更安全了哦 即便说你下车的地点 你要你刚好你临近你要去的地方就在对面 你也不要从车前面直接过去 你也等车子离开之后再过嘛 对对不然你你车子你从车子前面过去 你车子如果刚起步 他刚才塞过去刚才没看到你就把你搅过去了 有时候真的真的是非常危险哦 好那我们的公车啊上下公车也很重要 那我们再补充一下哦 这个行人的部分啊哦 行人安全过马路也很重要 刚刚我们讲到其实公车下车之后 你就是行人了吗 对是 你就是行人了吗 你要过马路还是要小心啊哦 好跟大家补充一下 那我们就是行人高龄者的话 第一个就是要有警觉心了哦 譬如说我们老年轮如果需要到眼镜或是助听器 我们在出门的时候 务必要提醒这个老年轮要佩戴在身上 哦对对对 那可能老人他可能他的听力或是他的视力不是那么的好 对对 那出门的时候我们要提醒他 记得要 携带一些眼镜啊或助听器 嗯哼 再就是我们刚常讲的就是穿着这个 鲜艳的衣服 亮色还有这个反光的衣服 对对对 那一样我们就是定期做健康检查 尤其是视力跟听力 嗯的确哦 然后在安全道路安全路口通过的时候 我们不要希望说在不适合的这个马路穿越 对哦 那就是不要从这个静止不动的车子前面 嗯或是后面穿越 因为驾驶人可能会因为这样没有看到你走过来 哦就是车子在等红灯 对 他没有他没有走可是他正在等待 对 下一个绿灯出现他要走了 你不要从车阵当中钻来钻去的意思 对对对 OK 然后尽量在车少的时候出门啊 哦 哦 避免在这个交通巅峰的时刻外出 嗯 然后我们要预留充足的时间 不要跟没有耐心的驾驶人抢到 OK 那当你需要过马路的时候 如果说有人要帮忙你 千万不要推迟也不要说害羞 嗯 因为有时候老人他在行动力方面会比较不足 对对对对 那如果说有人要牵你 参扶你过马路 我们就是接受别人的好意 嗯嗯 嗯 OK 好这个这个这个也是 当然接受别人的好意 可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到自身的安全啊 对 还有不要 我们的财务不要被别人那个拿走 之前有一个新闻有没有 哦 有一个阿婆 啊 有一个妈妈说他很好心 要把他 哦 要参扶他 啊 之后也很好心把他参扶回到家里面 就不小心 阿嬷去上厕所的时候 那个 那个 那个参扶他过马路的小姐 把他的钱包拿走 这个也是要小心啊 你过马路就过马路就好了 你不要一直护送你到回家 哦 有时候还是要 这下回大家还是要注意 哦 这个是跟我们的治安也有关系的 然后治安也很重要 那当然在我们的长辈的部分会使用一个工具叫电动辅助自行车 好的 其实那四轮的 四轮的那种电动辅助自行车 这个要注意哦 我们后面要贴一下反光的标志哦 还有闪光的这个灯具嘛 对不对 毛泽 这跟自行车是一样的意思 他前后最好就是有装这个反光的贴纸 嗯 或是我们自行安装这个灯灯光 嗯哼 让我们后方还是对面的车车只能够注意到说你正在行驶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好 还有大概两分多钟的时间哦 跟大家补充一下 因为这个星期刚好遇到中秋节中秋节连续假期哦 那中秋节连续假期大家连续放了几天的时间会规划出去玩出去玩要注意什么呢 在交通的部分 那在交通我们要先掌握一下我们的路况 看一下我们今天哪个地方有拥塞的地方 嗯 尽量避开 尽量避开 那一部分就是我们提早出门 嗯 不要在那个时段大家都集在一起 对对对 那再来就是我觉得还比较重要要提醒各位就是 我们中秋节可能会烤肉 对 可能也会喝酒 哦 那可能就是我们在喝完酒之后 我们不要去开车 嗯 不要去骑车 是 这是非常重要的 很危险的 可以各位提醒一下 对 那各个地方 我们台湾国帝 今年中秋烤肉 中秋烤肉的规定都有不一样 对 当然我们尽量的哈减少群聚啊如果说我们要考的话就是自己家里面哈小型的哈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大家有点团圆的概念你不要说啊亲戚朋友坐坐整大堆有时候真的也蛮危险的啦哈因为现在疫情也很重要哈来� 我们在这边就是呼吁各位长辈 好那我们不管在骑车还是在步行的时候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我们的自己的身体状况 是 如果今天身体状况不是很ok的话 我们就尽量少出门 是 好那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提高警觉 注意来车 嗯 才能够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对 这个很重要提醒一下我们的长辈朋友 还有也很重要的一点说要中秋节廉价一定要给大家提醒一下 我们开的车辆 我们如果车真的很久没开啊 我们一定要去检查一下 去保养一下我们再开出门 我刚刚跟茂晨在聊 说上次好像有个塞车很严重 就是那时候刚好啦三级转二级的那一个假日 大家疯狂出油啊结果很多车吊在路边 或者是刚好在车阵当中都要吊车 整个车辆大回堵 所以提醒大家我们如果车辆很久没开了 要开出门开长途 一定要做一个检查 好今天非常感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小港分局交通组警务员黄茂晨 谢谢茂晨 谢谢哥 谢谢哥的听众 谢谢大家收听 我是杨洁 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